增汽减煤需稳健推行不躁进 关键在哪里 一分钟说给您听 台中市政府认为有新机组加入供电 就可以限制台中电厂发电 除规划空物计用煤量上线 更要求只能使用五部机组 这样至少有三个盲点 首先不能只算加账没算减账 近两年虽然有新机组上来 但台中级新达因减煤而减少的发电量 也必须考量 其次经济成长会带动用电成长 如依台中市府减煤要求 台中电厂109年发电量将仅有260亿度 根本不够台中市市民使用 最后台电已承诺在空污季节中火停用两部机组 如要停用五部机组 将使供电被转容量率从10%大幅降至4% 减煤并非改善空污的唯一手段 应在兼顾供电与环保下 务实理性改善空污 更多电力议题的关键在哪里 下一集继续告诉您 有没有 还好 有没有 有很 Bak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